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很多朋友在炒荷兰豆时 总是会发黄、绵软、不好吃 今天就教给大家正确的做法 炒出来的荷兰豆清脆爽口 翠绿不发黄,特别的好吃 而且很实用,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把荷兰豆放到大碗里面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然后倒入清水 就这样把荷兰豆放在盐水中浸泡几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荷兰豆表面的浓产 以及灰尘无子之类的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两个红椒 对半切开去除辣椒籽 然后切成斜刀块 装入盘中备用 这时我们再拿出体型泡好的木耳 把稍微大块一点的改到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 再准备两半大蒜 切成蒜片 装入盘中 现在我们的荷兰豆也已经泡好了 我们把荷兰豆的两头 以及老金栽掉 然后再换清水清洗一遍就可以了 锅中烧水 水开后往里边加热一小食盐 小许食用油 把荷兰豆也放进锅中 注意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 焯水30秒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保持荷兰豆清炊的口感 而且达到缩短了 炒至的时间 这样炒出来的荷兰豆就会清炊好吃了 时间到就立马捞出来了 跟着放入凉水里边 这样可以使荷兰豆去绿不变色 跟着我们把木耳放进锅里边 焯水5分钟 再控水捞出 然后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蒜片炒香 之后放入红椒 翻炒至红椒断生 现在把荷兰豆 还有木耳放入锅中 将它们继续翻炒一下 这里开大火不停的翻炒哦 翻炒均匀后我们开始调味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 拌撒鸡精 现在把所有的食材翻炒入味 翻炒大概半分钟后 就可以出锅啦 装入盘中就可以了 一道非常清爽解腻的 青荷兰豆就做好了 荷兰豆焯水时 一定要加点植物油 这样颜色更加清脆 还不会流失营养哦 而且我们提前焯水 还能使荷兰豆快速被焯熟 保持清脆的色泽 清脆的口感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